文藝期間 許多教學都轉到線上 但對於需要導師在旁監督指導動作的課 網絡學習依然是有縮欠缺 香港現在就出現了流動音樂室 將整個鋼琴課室轉移到學生的住家樓下 讓他們可以在最低人流接觸的情況下 跟上進度練琴 自從2月開始 香港就因為疫情宣布停課 多數補習或興趣班都已經轉到線上 但為什麼還有人一對一練琴 仔細看看 這其實是一個箱形車 而這裡是流動型音樂教室 因為疫情期間 很多同學都來不了上課 但其實K1都會問我們 他們可能練琴上面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們最終就覺得 很不可以減少Distan這個問題 好像流動車 即流動捐缺車 流動圖書館那樣 那我們就直接將服務 擺到同學的樓下 香港人高度依賴公共交通 雖然當地確診病例大約一千宗 相較於其他國家地區要低很多 但學生們擔心染上病毒 盡量減少使用公交 使得音樂教室生意掉了整整七成 思前想後 鋼琴老師最終決定 如果學生無法上門 那麼就把教師搬到家門前 如果我們有這輛車去到 在家樓下 那麼它減少了 在交通的接觸 個人也 同樣接觸的減少了 所以就可以 繼續去幫助他的進度 去練習 音樂學校租了三輛卡車 每輛都裝上冷氣機和隔音板 每次上課前都為鋼琴和客室消毒 學生登門時還得用免洗消毒液擦手 然後師生在安全距離下開始上課 學校停課民眾也減少外出 孩子們大多數時間都窩在家裡 家長們坦言 流動教室 讓孩子繼續學習的當兒 也可以出外透透氣